今天是小高姐的零插瓶酱牛肉 倒到鲜水加入酱油 一斤的牛肉大概用100克的酱油 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里冷藏一碗 再来准备一点香料 家里有啥就放啥 一共往上过去啦 看看这颜色就知道很入味了 连同酱油一起倒进电饭宝的内档里 水要多一点点 先用煮饭模式蒙饿10分钟 捞出鲜末 甜面加会让甜味变得更有层次 葫芦更是灵魂 放入香料包 用包汤模式蒙煮入味 现在就很好吃啦 但是放进冰箱过夜味道会更好 今天用到的是小熊二人食迷你电饭宝 1.6升的容量特别适合小两口 那北米也能精煮 陶瓷又的内胆 耐磨耐刮还不粘锅 平时下班回家再煮米饭都要等好好久 小熊二人食迷你电饭宝只要22分钟 省下休息时间 是个更懂生活不易的电饭宝 牛肉软烂却不散 牛筋Q糖越嚼越香 淋上一点卤汁 搭配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啦 老板 阿洠 老板